警方冲进屋内 这是嫌犯 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看到有人进来 吓醒坐起身 搜查过后 果军发现多包毒品 嫌犯赖也赖不掉 事发就在台中 警方接获情姿 有两名男子贩毒 搜证过后 就到他们的住处搜查 发现了23克的K他命 毒品分装器 还有多包毒品果汁包 全案依毒品罪 以送法办 警方调查其中一名 卢姓嫌犯 十几年前 曾使台北木榨区的 建筑业小开 他的爸爸是木榨区的 大地主 登记多个建商公司 专门盖五六层的 透田住宅大楼 嫌犯还曾经到澳洲游学过 但是爸爸故事之后 就染上了吸毒的坏习惯 进出乐界所多次 买毒花光了族产 选择贩毒想赚大钱 还请为了中部知名 土地工的金姬姆 希望保佑贩毒顺利 事逢嫁到中落 经济入不敷出 为了提高收入 竟然从事贩毒工作 警方笑说做坏事 是不会被神明保佑的 销商贩毒还是被带个正着 TVBS新闻黄国权料 翻译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